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11月中旬出席2022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时 首度证实台积电将在美国建3奈米制成晶圆厂 但是,台积电官方并未正式对此事进行官宣 而随着台积电,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晶圆厂 一期专案的首批机台进场典礼的举行 美国总统也亲自到场祝贺 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也送出一个不错的见面礼 其正式宣布,其亚利桑纳州晶圆厂第二期工程已经开始兴建 预计于2026年开始生产3奈米制成技术 而一期工程计划投资120亿美元 已经完成基建工程,并开始搬入基台的一期工程 原计划是生产5奈米制成 现在也升级为了N4制成节点的4奈米工艺 计划于2024年量产 为此,台积电在亚利桑纳州晶圆厂 两期工程的总投资金额也追加到了约为400亿美元 成为了亚利桑纳州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案 也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企业直接投资案之一 据介绍,除了1万多名协助兴建厂房的基建人员之外 台积电亚利桑纳州晶圆厂 两期工程预计将额外创造 1万个高新高科技工作机会 其中包括4500个直接受雇于台积电的工作岗位 两期工程完工后将合计年产超过60万片晶圆 终端产品市场价值预估超过400亿美元 另外,为了台积电致力于绿色制造的承诺 台积电亚利桑纳州晶圆厂 亦规划于厂区内兴建一座工业用再生水厂 完工后,该晶圆厂将达到近零液体排放的目标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表示 台积电亚利桑纳州晶圆厂目标完工后 成为美国最环保的半导体制造厂 应用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技术生产 实现未来几年的下一代高效能级低功耗运算产品 他感谢各界持续合作得以促成今日的成果 也很高兴与台积电在美国的伙伴携手合作 成为半导体创新的基石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则表示 多年前来美国设厂是一个噩梦 但现在他们已经准备的更充足了 要知道就在4月份 张忠谋甚至还公开表示 以台积电在美国Oregon设厂25年的经验来看 在美国发展晶圆制造的成本太高 太过浪费 美国为了制造业本地化所做的努力将白忙一场 另外他表示 美国制造晶片的成本比台湾高50% 然而在本次遗迹典礼上 他说全球化几乎已经死亡 自由贸易也几乎消失 他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能在美国建立半导体工厂 但90年代末 在华盛顿州的Wave Attack第一个尝试失败了 甚至成为一场噩梦 如今台积电有了凤凰城新厂 这一次他们已经准备的更充足了 纽约时报认为 张忠谋此举似乎是在替美国发展晶圆制造背书 苹果 辉达 AMD等公司目前只会自己设计晶片 但将制造外包给台积电和三星代工等公司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市场份额 该公司生产最先进的处理器 其中包括最新款iPhone iPad和Mac电脑所用的晶片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也确认 苹果近十年时间来将首次在美国制造晶片 这是该公司减少对亚洲制造依赖的关键一步 库克与美国总统 以及 AMD等其他晶片公司的高管们 一起出席了台积电 在建凤凰城工厂的设备搬入仪式 象征性地将第一批设备 搬入这个耗资120亿美元的新工厂车间里 库克在发表讲话时称 当台积电美国工厂在2024年启用时 苹果将扩大与台积电的合作 目前台积电已经在为苹果生产晶片 正如许多人所知道的 他们与台积电合作制造晶片 为苹果在全球的产品提供动力 库克表示 随着台积电在美国建立新的更深的根基 他期待在未来几年扩大这项工作 作为苹果最有利的晶片供应商 台积电一直都和苹果保持着紧密的合作 从手机晶片A系列到电脑晶片M系列 都由台积电一手包揽 而苹果庞大的订货量 也为台积电带来了超多营售额 因此 两者之间可谓是互相成就 近日 库克多次表示 期待与台积电扩大合作 从库克的言论不难看出 在过去的长期合作中 台积电的表现已经成功受到 库克乃至苹果公司的肯定 而双方后续若继续扩大在美国厂的合作 势必能够为苹果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弊益 从目前双方合作的产品线来看 苹果手机的A系列 以及平板电脑的M系列 目前均由台积电协助研发 而Apple Watch的W系列晶片 AirPods的H系列晶片 Mac上的T系列安全晶片 以及iPhone上的U1超频宽晶片等 也有部分是由台积电代工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和台积电还有意就5G数据机进行合作 由此若双方继续加大合作程度 势必会造成双方之间的一种捆绑关系 因此对于苹果和台积电来说 加大合作最直观的经济效益绝对是可观的 库克还表示苹果大部分设备所使用的自研晶片 将在凤凰城工厂生产 多亏了这么多人的辛勤工作 这些晶片才能被骄傲地盖上美国制造的标签 一开始台积电凤凰城工厂只会为苹果生产少量晶片 使用的技术可能不如该公司 2024年旗舰设备所需要的技术 苹果以前必须从海外购买所有先进的晶片 现在他们将把更多的供应链带回美国国内 这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 此外 台积电举行的美国亚利桑纳州厂一机典礼上 英特尔作为台积电合作伙伴之一 其执行长基辛格并未到场 这是由于他访问台湾 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欢迎 其表示他很高兴欢迎台积电的朋友 庆祝他们在亚利桑纳州的上机典礼 感谢他们对美国制造业的支持 他们坚信建设全球多元化和弹性半导体 制造业务的价值 亚利桑纳州是制造半导体的好地方 拥有优秀的科技人才 英特尔自1980年开始在这里制造以来 一直致力于当地生态系统和人才培育 与英特尔一样 台积电亚利桑纳州的工厂 也将得到美国政府的部分补贴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签署了晶片与科学法案 其中包括位在美国本土建立晶片制造能力的公司 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激励措施 并据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称 台积电的工厂全面投产后 由于每年将生产60万片晶圆 足以满足美国的年度需求 不过美国工厂将只占台积电总产能的一小部分 要知道台积电在2020年生产了1200万片晶圆 不过台积电也预计 当其在亚利桑纳州规划的两座晶片制造工厂启用后 将能够带来100亿美元的年营收 也算相当可观了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